各位朋友,那今天我问你,人生如果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成功,跟另外一个叫做失败,各位朋友,我们的人生没有一半一半的,听懂没有,成功跟失败,大家刚才已经棘手,你选择成功,对吗? 还有第二个在问你自己的,你正在做的事情跟你的成功有关系吗? 听懂没有,所以第一本书,我要介绍你们读的这本书呢,叫做高效能七个人士,他的作者叫做Steven Covey,有没有听过? 谁不知道什么叫,谁是Steven Covey的几首,不知道Steven Covey的几首,有一次我讲的时候,那个人问我,那是什么东西,他是忍耐的,不是东西,我想,惨啊,各位朋友,你知道吗? 每一年,那些年收入超过百万的,他们都有做过诊查,这些百万富翁,他们每一年都最少读掉十九本书,怪不得百万富翁不是你,因为你没有读书, 从大学毕业那一天开始,你再也没有结束做书,各位朋友,真的,你要知道成功呢,是要相信经验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书本里面呢,得到成功人士的经验,我们才能够快速的去成长跟改变,所以改变的速度快,随的成长快,随的成绩快,随的成绩快,随的成绩快,随的命运改变的快,听懂没有? 所以呢,Steven Covey呢,你们今晚可以上,你们的Google,上去search一下,OK? 他这本书呢,叫做高效能七个人士,高效能力人士七个习惯,7 habits with highly effective people,听懂没有? 这本书,如果真的想改变的,你要看,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呢,天天都在忙四件事情,OK? 紧急重要,听懂没有?很紧急很重要的事情,明白吗?很紧急不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不紧急很重要 什么叫做很紧急很重要呢?就是今天你必须要上班啊,上班才有钱啊,才有钱吃饭啊,孩子才有钱上学啊,这叫做很紧急很重要的,听懂没有? 什么叫做很紧急,但是不重要呢?email啦,应酬啦,听懂没有?很多的消遣啊,叫做很紧急,不重要的 这些,你没有气有气,都不会影响你,也不会影响人家的,叫做不紧急,不重要,但是很紧急,但是不重要 第三个,不紧急不重要呢?就是养狗啦,养猫啦,养鱼啦,有的人都还没有成功,你做这些事情是多来的,对不对? 有没有,很多年轻人是不是会去那个discord,那是不是不紧急又不重要的,对不对? 对你的人生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呢,天天很多人呢,每一天都在忙事这三件事情 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叫做不紧急很重要的这个东西呢,很多人没有去做 各位朋友,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不紧急,但是很重要吗? OK,第一,退休生活的规划,各位朋友,你已经规划好的几手 哇,几乎没有人规划好,退休,各位朋友,这个退休不是马上退休 但是在多十年,二十年,是不是会要退休?是不是? 很多人讲,哎呀,我不喜欢退休的,我会做到老的 你要做到老,有异弊一定有老板请你哦 如果你活到55岁,有可能已经有关节炎糖尿病哦 你老板请你,他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听懂没有? 所以没有人要请你们这样老老的人的啦,你们自己回去想想 听懂没有,所以呢,人生规划呢,就是属于不紧急 但是呢,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各位朋友,这个不紧急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不去规划,有一天它就会变成很紧急 很重要的事情,听懂没有? 第二,健康计划 健康计划是不是不紧急,但是很重要 你如果今天你没有懂什么叫做保健知识 你没有把自己的健康搞好,改天会生病,对不对? 改天生病就变成很紧急很重要的事情了 第三,学习跟成长 各位朋友,现在的学习有可能不会马上让你带来财富 但是呢,在未来的日子,当你需要用的时候呢 你有满满的知识 各位朋友,你就不会被这个趋势淘汰 今天呢,每一次呢,在危机里面呢 都是要淘汰一些低能儿 要淘汰一些没有做好准备的人 各位朋友 但是呢,每一次在危机的时候呢 都有一群人脱颖而出,变成了百万富翁 是因为他们知道,在十年前,有听过一堂课 叫做不紧急很重要 听懂没有?他们准备好了 明白没有?所以呢,接下来呢 人际关系的培养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有谁是整个市场跟公司家庭的 人际的低能儿 天天还很多的人际问题 天天还给别人讨厌 天天呢,还天天跟人家吵架 听懂没有?各位朋友 你自己算一下,如果今天是你的葬礼 有没有八个人跟你钢棺材 一边四个,两边就八个 如果这八个人找不到,就是你是人际关系的低能儿 不是别人的错 有一本书叫《都是你的错》 叶亮惹的我,听懂没有? 因为很多人喜欢赖的为人 所以呢,今天从这一本书你就知道 其实人生规划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 认不认同? 认不认同? OK好,各位朋友 第二,你们听过什么叫做 OK,事实事实理论的朋友几手? 事实事实理论的 OK,一个朋友听过 其他的都没听过吗? 哦,惨咯,你们又变成了这个叫做 被淘汰候选人第二 听懂没有? 所以呢,各位朋友 什么叫做事实事实理论? 就是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 一辈子努力40年 听懂没有? 这个报告跟调查是来自美国劳工学会 跟保险协会做的森查 他跟踪了一些一个礼拜工作40个小时 一辈子工作40年的这些人士 最后这些人的成果 只有1%的人居负 4%的人可以退休 5%的人无法退休 OK,然后呢 这个12%的人破产 然后呢 29%的人在55岁以前 就死亡因为压力 49%在55岁以后 还必须要依靠别人的救济 才能够勉强跟苟且般的活着 各位朋友 很多的保险呢 就是因为这个审查呢 最后它设计了我们的这个退协保单 各位朋友 你会觉得今天你没有通过规划 在55岁以后 你会很幸运的 然后不小心的 因为你家里的祖宗显灵 然后呢你突然变成5%的这个人的朋友 对吗 我不要讲富贵 我不要讲成功 我想55岁你怎么过 所以这叫做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中间找不到自己 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环境 没有人教我们 怎么样的去规划我们的人生 我们缺乏一所什么叫做上学宴 对吗 很多人 我们常常只会怎么样呢 历短字 没有历长字 所以天天都会把一些不紧急很重要的 变成很紧急很重要 所以各位朋友 你想下 这些人不勤劳吗 他多勤劳啊 一个礼拜工作40小时 这些人多么努力啊 他一生能奋斗了40年 这样子的努力跟付出 竟然不能够让他们变成有钱人 背吗 各位朋友 你现在是不是也做超过40个小时 是不是 如果现在的行情 你还没有做超过小时 表示证明你懒惰 如果你今天没有真正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你会从开始忙 然后呢 多几年以后呢 你就会变成了怎么样呢 茫然的忙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就会变成盲目的忙 不要理他 等到他发生才去处理 听懂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要不要规划 所以如果今天 你想要在55岁以前呢 就摆脱贫穷 变成5%的人 各位朋友 接下来这些课你就要听下去了 要不要听 要不要 要 因为我有资格跟你讲 就是我在30岁以前呢 我就变成5%的人了 各位朋友 我今天不做我都有 我跟你说 我不贪心了 一个月不做 每个月有超过1万块的朋友 几手 不做你能够有1万块的朋友 几手 我们不要很多钱 我们就要1万块 很多人讲 钱1万块 嘿你钱 你知道吗 最近的财政一万万出来了 你知道整个马来西亚 这么多人在上班 有多少%的人 月收入是超过1万块的吗 知道吗 5% 100个人里面 只有5个人 收入超过1万块 你钱 他骄傲啊 OK 1万块多不多 你觉得很多吗 通货膨胀 现在是6% 接下来会变成12% 一个月1万块 一天只能够用300块 一餐只能够吃100块 你没有在吉隆坡生活 你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问我 老师为什么你的bag里面 最少都2000块 不知道 因为习惯了 生活会有压抑 如果没有2000块 在皮包里面 然后我的一些心 现在看到老师 你的皮包就是我一个月的钱来的 这样 听到 不用紧 你努力 有一天你会变成这样 因为老师以前也是950块开始 听到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那今天你是想想 如果你不想变成茫然的朋友 OK 好 那我们先讲讲 如果不想成功的朋友 你会退休吗 你想过退休吗 各位朋友 世界卫生组织有做过审查 如果你有会 庆祝55岁的生日 你就会不小心庆祝75岁的生日 然后呢 从55岁到75岁呢 中间还有20年 然后呢 有两种的模式 一种就是你拖到75岁 另外一种呢 就是活到75岁 各位朋友 你要不要拖到75岁 你觉得健康是不是要经营的 你现在这么努力去跟公司上班 一天做12个小时 然后你觉得你55岁 你的spap会不会坏 最怕是你55岁坏的时候 又没钱那才可怜 听懂没有 就算有钱没健康也是很可悲 你知道吗 老师去中国讲课的时候 就有听到一个这样子的故事 一个台湾的老太太 很有钱 在58岁的那一年呢 中风 然后呢 因为中风过后脾气非常的暴躁 对不对 中风呢 不会死 但是没有中风的人 会偶尔给她弄死 对不对 本来孩子也很孝顺的 因为她中风脾气暴躁 天天骂人家 最后呢 全部的孩子 媳妇不敢跟她住 就搬出去 然后呢 就雇了几个保姆 换了三个保姆 还是不能够忍受 因为这个太太太无理取闹了 最后一个就换到呢 什么 这个菲律宾人 虽然非菲律宾人 反正她 孩子回来看我对你好一点 对不对 孩子不在的时候 你跟我坏 你是中风 看谁坏 折磨她 饿她不给她吃饭 最后这个老太太被折磨了 实在不行了 从自己房间的床上 就爬下来地下 爬爬爬 爬进她的那个master bedroom那边 然后呢 放那个水在她的buff tub 放到满满自己 硬硬把自己的头塞进那个水 就这样子活活被震死 各位朋友 苦啊 今天你是想想 很多人没有想到这一天 对不对 各位朋友 我不是在吓你 我是跟你说 不紧急很重要的事情 统统可以处理好了 只要你想要处理 认同吗 对不对 所以有三个老太太在聊天 第一个老太太打麻将 第一个老太太就讲 哎呀 我很严重啊 最近什么事 我一打开冰厨 我就不知道 我刚才是把东西放进去 还是要拿出来 然后第二个讲 哎呀 你一点都不严重 我比你严重 我现在严重到把那个门打开 是不是 我都忘记刚才我是要走进去 还是要走出来 你有没有 然后第三个老太太就在打 打打打 打的时候 他就讲 哎呀 我都没有你们这些这样的重的东西 OK 我们去打 这样 然后突然间他就拍一下 诶 谁在敲门 听到没有 就是说第三个老太太比他们两个还严重 还会听到声音的 听到没有 那各位朋友 你试试想想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 要脱的时候 要不要用到很多钱 退休只会用几种模式 第一个就是EPF 各位在座的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们有没有算过 你们的EPF到底退休以后 会有多少钱的 你们有算过吗 你们要不要学算 那B跟子老师教你算来 现在你们的收入是多少钱 对不对 就乘以 现在是不是自己扣10% 老板补11到12% 对不对 我们就加减 差不多是21% 你现在的收入乘以21% 再乘以12个月 然后再乘以 你从开始上班到55岁 退休中间有多少年 对不对 然后那个数目 就是你的退休金 就是你的EPF 然后我排除你在一半的时候 拿来供屋子 我就说你就纯纯纯纯到55岁 就要给你退休的 大部分人一算下去 是不是很多人都少过300千 对不对 如果收入超过1万块的朋友 你们的55岁以后的退休金 才有可能超过100万 5000块的才有大概整500千 听懂没有 然后呢 你的退休金还没有怎么样呢 乘以通货膨胀 现在的通货膨胀是6% 接下来的你退休的时候 应该会增加到12% 也就是说你要把得到的数目 再减掉12% 那个就是gross的amount来的 不算你还不知道 OK好 我就打个比如 你的退休金有500千 这就是拿来做退休计划的 要用20年的 OK 好 第二 投资 现在你每个月投资什么东西 来准备在55岁以后 可以拿来用的 对不对 各位朋友 你觉得保险是能够让你退休吗 你觉得吗 你会去算算一下 好像都不是 OK好 我就让你的保险 能够让你领回200千 好不好 OK好 接下来第三 储蓄 现在开始每一个月有人储蓄的 然后为他的退休做准备的几手 很多人就几手 老师 我还没有来得及 吐气都花完了 然后还有一个几手 刚好下老师 我每个月存100块 我说100块 你几时才存到 可以退休 你到55岁 连脚车都买不到 我说 对不对 每一天都有人 因为信用卡破产 为什么是 钱不够用 第三 第四 靠孩子 靠得住吗 OK好 你知道现在生一个孩子 每一个要给他用多少钱吗 你不知道 OK好 在吉隆坡呢 随随便便一个孩子 现在出世 从零岁 到18岁 要用1000块 OK 你们 那种眼神是怀疑 通常 吉隆坡的两个年轻的 如果是30多岁 他的宝宝都不能够自己看的 给谁够 奶妈 如果你给奶妈扣到6点的话 是650块的价钱 还没有加奶粉钱 还没有加伙食费 还没有加医药费 1000块是很便宜的啦 除非你的老妈 还很健康 你有吗 营养给他吃 你生多多 他帮你顾 很多人以为 没礼都是走这招 我知道 反正闲着价钱 没事惯 我就生几个孩子 给你弄 你笑是不是认同 OK好 孩子每一个月 要用你1000块 一年就12个月 然后呢 用到他18岁 你算一下这边要多少钱 跟我算一下好不好 你们不要呆呆地看住我 就是你上来讲了 OK 明白没有 OK好 然后呢 孩子18岁过后 是不是完全就不用用你的钱啊 你打算生几个 几个 算到不敢生了 对不对 18岁过后 你喜不喜欢你孩子进大学 还是叫他直接出来做泥水 不用啦 出来做泥水啦 这样人搞大学 没有发达的啦 OK好 你就要开始算 你现在多少岁 你的孩子出世的时候 你是多少岁 大部分的人现在都是持婚 你生第一胎的时候 都是32到33 对不对 OK 18年过后 就是你50岁的时候呢 你孩子开始18岁 他要进大学 现在本地大学 你最少要用掉200千 加买生活费 滴滴滴滴滴 做assignment 给他玩iPhone 靠你朋友 买礼物 OK 以后 我还是讲说 还是一样 200千 两个就400千 各位朋友 好 来我们点算一下 你的退休生活 需要用多少钱 各位朋友 你55岁以后 到75岁 也是有backage的 你想要完全退休 还是退而不休 还是你退完以后 你还要每年最少有两次旅行 都要有价钱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百年归老 你要睡condominium semiti 还是火化撒气海 你也要for planning的 对不对 现在世界富贵三庄 那种富地 是不是semiti 也是要三四十千 四五十千啊 对不对 打一堂灾 叮叮叮叮 也要十多二十千 对不对 各位朋友 很多人没有想这件事情 他说这些人不会来临 你相信吗 错了 好 如果我说 每一个月只让你用三千块 那种生活是很省的啦 OK 乘以十二个月就是三十六千 再乘以二十年 就是你一个人的退休金 你不能够动的 七百二十千 因为五十五岁以后 你是没有生产的 还没家你太太 如果家你太太是1.4米恋 如果你今天就一直弄 你太太生孩子 然后你不给她上班 然后又没有公寄金 她的完全跟未来就是你 你又不努力 你晚上还千千 一直脸脸脸脸 还去玩那些东西 还去做不应该做的 你改天就完蛋 一定完蛋的 就会越来越穷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很有钱 一个是没钱 一个很有钱 那个就只生一个 哇 他的孩子真的生活很好 教育很好 也教导很好 另外一个呢 一直生的都没有努力工作 两个三天 我们就一起坐下来聊天 然后两个就讲 哎呀 那个生很多孩子 都跟我 那个没有生一个孩子的 怎么不要生多一点 你们又不是没有钱养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最后我那个有钱的朋友 就很生气了 他讲 如果可以生 早都生了 就是生不出来 你还不明白 听懂没有 他就生气了 他就没有回他 他就讲 我啊 生一个啊 我好好赚钱 努力栽培他 改天给他读最好的大鞋 一个总统就够了 你生四五个 又不努力赚钱 天天还听你太太讲 去喝酒抽烟 还去赌博 天天吵架 改天警察车抓人 牵车是你孩子 对不对 孩子是一张白纸啊 孩子的未来 跟你现在的想法有关系 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个社会 我们的孩子 一出世的时候 如果就已经低人一等 他一开始就牵一条腿 他就输在起跑点 他怎么去竞争啊 给孩子的不是钱 给孩子的是想法 很多的父母亲 一直逼死孩子 但是自己不努力 天天要逼孩子考第一 这是幼稚 多少孩子 十二岁从楼上跳下来 你看到那报纸 从来没给孩子鼓励 天天比较 这个改天我们讲 亲子教育 把你骂醒 听懂吗 各位朋友 你的退休金需要七百二十千 如果你太太就成二 一点是迷恋 再加上你的孩子的大鞋金 你最少银行 要有两百万 如果五十五岁以后 你的公积金根本是不够用的 我们先不要讲成功 我们先要讲 你在五十五岁 不会变成社会的问题 你现在应该如何处理 有去过台湾的朋友几手 你们去过台湾 你看到那边的人走路快不快 他们没有家住的 对不对 他们睡那个巴萨档口上面 不然就睡路边 为什么 房子太贵了 他们一个这样小小间的房间 就可以卖差不多 整一百万马币 你看到没有 太贵了 而且他这个就是在淘汰穷人 没有办法 进步中的国家 就会淘汰一些思想没成长的人 各位朋友 你觉得米里不会成长吗 几年前我来 你看几年前我来 米里成长多么厉害 对不对 各位朋友 你的思想很重要 所以退休 回去好好想 听懂没有 你如果想要在55岁以后 好好的退休 我们先不要讲 庸华富贵 好不好 我们说成功的 变成了那5%的人 只约30额利 听过吗 孔子在2000年前就讲过了 30额利 40不惑 50之天命 听懂没有 什么叫做30额利 孔子说 在30岁以前 我们就必须要想尽办法 办法想尽 创业 自己做自己生命的主宰 你在40岁的时候 你就不会彷徨 如果你的人生到了40岁 你对你的未来 还是空虚彷徨的 各位朋友 55岁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你的天命是怎样的了 听懂没有 恰恰好 这一个孔子的说法 跟老师要介绍你的 另外一本书 叫做穷爸爸 富爸爸 听过没有 他的作者叫做 Robert Giyosaki 这个Robert Giyosaki 他是日本人 但是在美国 怎么样 长大的 他有两个爸爸 一个亲生的父亲 是很有学问的 但是最后在死的时候 留了很多的债务给他 另外一个 是夏威夷的首富 但是只念过小鞋的二年级 所以他从小就受了 这两个爸爸的影响 长大的 但是最后 这个Robert Giyosaki 他也在40岁以前 成为了亿万富豪 是因为他选择 在什么时候 听什么爸爸讲的话 在小的时候 他听穷爸爸讲话 在大的时候 他就听富爸爸讲话 什么叫做创业 所以这个 就把我们的人生 归为四个向线 ESBI 谁知道ESBI的几手 谁不知道的几手 OK好 那Robert Giyosaki是说 E就叫做Employee 听懂没有 Employee就叫做上班族 上班族就是打工 打工就是上班 听懂没有 上班就是做工 没有人讲做母的 对不对 也就是说 你的价钱是给别人决定的 你是用什么方法去赚钱呢 就是用身体跟时间来换钱 也就是说 每一天呢 你工作呢 OK 八个小时 老板就给你这么多 不够的话呢 你加班 老板就给你更多 但是呢 有一天你停的时候呢 老板也停止给钱你 所以呢 他把这个左向线的E的人呢 都把他叫成是穷人 因为呢 你不做就没有了 而且呢 上班的人呢 他还如果要增加收入呢 他只有两个方法 一就是他增加上班的时间 第二呢 就是他增加他的学位 听懂没有 就是他的职势 明白吗 但是呢 最后呢 这个不管你增加多少的时间跟学位 你的生计还是一样会归零 所以呢 你看工资呢 不出头 对不对 出头呢 就入土为安 往下出呢 就干一辈子 有没有 然后呢 早上上班 晚上下班 一上一下就变卡住 看到没有 OK 然后呢 卡住的意思呢 就是卡在很多 不然呢 翻译成英文呢 就叫做stuck 有多少 上班十年的人 已经现在stuck住了的了 为什么 第一 房子的务期 好像天天供不完 明白没有 然后呢 车子又好像一直 拿你家里的钱 然后开始发觉到 自己能力开始退化 然后呢 钱越来越不够用 有没有这样的生活压力 95现在涨两毛 对不对 接下来97也要涨 然后呢 糖涨价了 对不对 有可能在大选过后呢 米也会涨价 为什么呢 麦也会涨价 面粉全部会涨价 为什么呢 因为气候不调 所以呢 功不应求 所以一定会涨价 但是你的收入有涨价吗 如果你还不增加收入的话呢 很快真的 你的生命呢 或者是你的生活呢 真的会受影响 那很多人问我 老师 上班也很好啊 听懂没有 你们Mway啊 这种叫金字塔 你不懂就讲不懂 东东东东 我好 我现在画金字塔给你看 各位朋友 上班是金字塔吗 是吗 OK 觉得上班是金字塔的朋友 几手 OK好 那些不几手就才不懂 你的公司有几个CEO 有几个CEO CEO就Coconut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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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新加坡很多Coconut 听我讲课的 然后呢 第三 是不是有几个Vice President 对不对 下来是不是还有Executive 几个 再下来是不是还有几个Mineager 对不对 再下来就有Supervisor Supervisor很多个 OK 再下来是什么 Goodie 对吗 哪个朋友 好 我想问你 这边有没有人是学生的几手 OK好 来小弟你叫什么名 什么咪 我问Jimmy很专心听课 好 Jimmy 小学六年级对吗 不是不是 我说小学是不是要念六年 中学念几年 五年 大学念几年 总共多少年 十五年 那Jimmy 念了十五年的书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要念书 为什么要进大学 为了应酬 什么叫应酬 应酬老板 应酬自己跟应酬家里 他的家长有没有在这边 他的妈妈在哪里 应酬他们 其实这件事情 并不是你喜爱的 你非常的勉强 感觉到被强奸 等一下我们要做心理补刀 家长 但是没办法 我们的人生规划 本来就是这样的 十岁到二十岁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学业搞好 听懂没有 二十到三十岁的时候 我们才学会搞什么叫做事业 三十到四十岁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搞家业 Family 四十到五十岁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 置业 就是你喜欢做的事 五十岁到六十岁的时候 才叫宗教事业 很多人到五六十岁 就开始投入宗教事业 为什么呢 就是self-exerclization 听懂没有 所以没有办法 Jimmy要应酬下去 十五年各位朋友 十五年的大学毕业以后 是不是你的位置在这里 对吗 对吗 OK 几时才会变成CEO 这是不是金字塔 你能不能敲你的CEO的名字 这个门 C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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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O One day I want to sit your seat 很快你就 go back to eat your seat 对不对 今天在座的 如果你的上限是钻石 你能够做钻石吗 这样安利还是金字塔吗 你不懂就说不懂 不要装懂 别瞎说 很多人不懂装懂 一巴掌扒过去 头脑记水 脑身草 胆身毛 听到没有 明白没有 这叫做金字塔 你一辈子努力 十五年 你就为这金字塔在工作 各位朋友 你觉得要爬上CEO的人 多不多 多 很多 机会很少 所以有的时候 明的不能你要靠暗的 你要请BOMO 打小人 最近网上有流行打小人 OK 你要希望他能够三老病死 出车祸小驴飞刀 不然就西瓜皮 然后你才有机会坐上去 对不对 这个叫做红海车列 这叫金字塔 然后呢 哪里知道 你坐坐坐 好了 很顺利的让你做到的CEO 更残酷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是有期限的 马哈迪都要下台 你看到吗 25岁 35岁 45岁 55岁 哇 你的收入 充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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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阶段 不能够再上 到55岁归零 对不对 但是你在归零的时候 以后还要不要生活 你这一生 不是55岁就完了 对吗 各位朋友 这叫做规划 所以为什么 穷爸爸 父爸爸说 在20岁的时候呢 我们在E 30岁就要在S 40岁就要在B 50岁才能够在I 听懂吗 不明白的几首 OK好 在20岁出来上班的时候呢 你只可以上班10年 如果你想在55岁以后的退休生活 是很有钱的 你在30岁就要创业 你在创业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赚够 你在55岁以后要花的钱 因为刚才老师已经跟你讲了 上班是不可能足够让你退休的 只有通过创业 我们有多种的收入 我们才能够让我们退休 但是呢 在30岁的时候呢 你做10年的S 就叫Sell Employed 他也不能够让你生活有保障 因为你有做有没做没有 你一定要在40岁 马上转型成B 在下面呢 有很多的人才跟系统 在帮你赚钱 因为那个时候你开始老了 你会生病了 你不做的时候 你还要有 你在40岁就要有系统 在帮你赚钱 当你40岁有系统 在赚钱的时候呢 55岁你把那些钱拿来做投资啦 地产 所以55岁以后 你才会变成5%的人 各位朋友 这叫做按部就班 知道吗 Jimmy 所以今天要快乐一点去应酬 知道吗 不能一步登天 孩子要脚踏实地 听到没有 要脚踏实地 很多的父母亲很担心 自己的孩子带来这里上学 上课 然后那些领导人 就一直鼓励说 他全职不要读书 错了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样的 知道吗 如果大便丢到美国 他都是大便 听到没有 钻石跌进马桶 他就是钻石 所以Jimmy 你是钻石 知道吗 你在任何的地方 你都能够影响人 听懂没有 他就是人脉 就是钱脉 understand OK 有够elaborate about E吗 有明白吗 有足够明白吗 OK 好 来 阿红帮我擦一下 OK 好 所以第二 老师就要讲B啦 AS啦 S叫做 self-employed self-employed就叫自雇者 自雇就是自己请自己做工 OK 什么叫做 自己请自己做工 举例一下 医生啦 开立师楼的啦 accountant 听到没有 他们有accountant分 这些自己要下手才有钱赚的啦 OK 然后呢 还有什么 还有这些杀货店的老板啦 有没有 OK 油站的老板啦 听到没有 这些都叫做自雇者 那自雇者呢 是什么呢 OK 就是 OK S叫做self-employed 就是用生意赚钱 听到没有 所以生意赚钱 各位朋友 要赚生意的钱 要不要有条件 第一 我们要资金 capital 那刚才老师讲了 你从20岁开始出来上班 你在30岁就想创业 各位朋友 你能够存多少资金啊 如果你进大学 是不是24岁才出来啊 你上6年的班 你怎么有钱创业啊 所以通常在30岁成功创业的 不是你妈妈的棺材本 就是你婆婆的那些还没划完的 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OK 然后呢第二 如果资金弄到了以后 要不要经验啊 各位朋友 如果你的上一代没有人经商 你一开始的 这个角色就是上班 你爸爸也是上班 你全部都是上班 你要成功的 从E转成S的机会 是太低 太低了 因为你没有这种生意的背景 你上班了 你24岁开始出来上班 6年的这个上班生涯 你天天只会上班 你懂做生意吗 你没有商学院教你 所以为什么最后就会变成像刚才老师讲的12%破产 没有经验 认同吗 第三 员工 所以员工好的就留不住 坏的就踢不走 有没有 所以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哎呀 顾客很多就忙死 员工不做工就气死 资金做赚不好就烦死 做生意有没有这边的 有没有感同承受 对不对 当然不是说做生意不好 他真的有赚钱 但是生意人一定要记得 40岁要快快转型 变成B 就是变成系统了 不可以在自己天天这么烦 因为有一天 我跟你说 棺材是睡死人的 不是睡老人而已的 听懂没有 OK好 听懂 棺材是睡什么人 死人的 他不一定有老了才死的 听懂没有 OK好 很烦的也很快死的 听懂 OK好 然后呢 location就是地点 做生意是不是 做做一段时间 做做一段时间 接下来要装修 接下来要翻新 如果你的是做那种生产的 你的机器一直要upgrade 你的机器一直公布完的 有没有 OK好 然后最后一个 还要面临竞争 就是淘汰 风险 有没有看过人家 做到生意 倾家淡产 跑路的 OK 他前面怎么样呢 可以很多亿 很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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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要前面加一个零 蓝谁睡少妹 听懂吗 睡少妹 很多人真的是睡少妹的 为什么 转型 每几年就流行东西 每几年就在竞争 明白没有 所以这叫做S OK 然后呢 B呢 是什么呢 business owner 就是靠系统 赚钱 system来赚钱 系统呢 有三个模式 第一就是 你可以创造自己的系统 但是各位朋友 你看到这些成功的系统 是不是一两天形成的 林虎同 洛文秀 郭鹤年 李嘉诚 王永庆 这些 他的企业是不是经过几十年 的累计 最后他今天才能够成立一个真的系统 IBM Microsoft 这些是不是很多年了才有的 你怎么能够在几年里面就变成自己有系统 所以创造系统对我们现在21世纪的来讲 是遥不可及 比较没有可能 不说没有不可能 比较没有可能 OK 好 第二 买系统 什么叫买系统呢 就是 OK McDonald KFC Otow 这边有没有Otow Paparich 听懂没有 你就要给钱 然后你就买系统 你知道现在这个 McDonald多少钱吗 100万美金 OK 这边有没有Paparich 没有 你们知道什么是Paparich吗 以前有一个Roti叫做Roti Boy的 有没有 现在他转型变成Paparich了 那Paparich现在也差不多马币100万 他的Franchise Copy 那个Otow 你们知道多少钱吗 现在700千 7-11 你们知道要拿多少钱吗 250千 这些是帮助有钱能更有钱 你有钱 你未必也拿得到 因为里面要有关系 知道吗 因为每一个地方只能够有几间 它是有限制的 还要买通很多很多很多的 所以100万我只是说 差不多拿那个Franchise 还有很多Tic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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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红包那些没有算 送里来的没有算 知道没有 OK好 然后呢 第三个呢 穷爸爸不爸爸就说 如果你不能够创造系统 不能够买系统 但是你又不想55岁以后变穷人 你又想要有系统 你就叫参加系统 好不好 Join the system OK 这样他就说有什么系统可以给他参加 你知道 Roberts Kiyosaki在那个第二本书叫商学院 他们有讲到 如果给他在年轻十年 以前如果还没有机会 他一定参加MV做MV的 因为他知道网络商机就是未来的趋势 明白吗 所以你们要读这本书 所以呢 那参加买系统 我讲了 那参加系统呢 他参加什么系统 就是直销或者是e-commerce 电子商务 这是Roberts Kiyosaki讲的 不是我讲 我是代表他讲给你听 所以呢 然后接下来呢 才能够通过钱赚钱 因为有了系统就能够通过钱贯钱 明白没有 所以呢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这边 你要通过传统的模式 你必须要一关一关过 对不对 先去S财钱B 所以很多时候 在S的时候呢 很多人就倒掉了 明白没有 所以呢 这本书就跟我们说 比较安全跟保守 而且又不会弄到你失败的 就是直接从E跳来S 从S跳来B 就是你可以用参加系统 所以等一下很多人就问我 参加什么系统 各位朋友 第三本书 老师要介绍你的就是 财富第五波 听过吗 谁有谈过财富第五波的记者 天哪 还有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你们又是第四个 这个叫做将被淘汰的候选人 老师有一次讲课的时候 有一群大学生 既然读经济学 然后呢 老师讲财富第五波 然后呢 就有一个做前面的几首 老师 我才来听第一堂课 你就讲到第五波了啊 其实我 我问他 你读什么系的 他这样读economy了 你economy 你不知道财富第五波不同啊 那你学校念什么 所以呢 财富第五波呢 这本书呢 就跟我们说 未来的财富导向 我们在哪里 今天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要拿 那个锄头去管那个金啊 我们都要知道 它的方向在哪里 对不对 如果我们去做地方 管不到就死 是不是 所以呢 这本书呢 是一个GPS来的 它是一本 给我们知道 未来的财富的发生在哪里 它的作者的名字呢 叫做Paul Zempiller 这个Paul Zempiller呢 是美国的一个 非常成功的经济学家 他分析了美国的经济 跟全世界的经济导向 然后呢 他也写了一些 在以前这些人 是怎么样成功跟发达的 然后呢 总结了以后呢 就在总结 在接下来的100年 跟200年呢 接下来会发生 怎么样的大经济变化 Revolution 听懂没有 所以呢 他就想 以前的财富第一波呢 就是农业革命 以前有地的人发达 对吗 种油种的人发达 有橡胶的人发达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财富第二波呢 是什么呢 OK 工业革命 OK 那工业革命呢 是什么呢 工业革命呢 就是那个时候 OK 牛顿坐在那个苹果树下 突然间有一天 苹果跌下来 他看到那苹果跌下来 他就很奇怪 就开始想 哦 发现到 是那个地心吸引力的时候呢 就开始呢 让人家了解 怎么样开发重型机器啊 蒸汽机 都是因为牛顿的发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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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vity才有的 你懂没有 但是以前牛顿 没有坐在那个苹果树下的时候 那个苹果也是这样跌下来 他只是 他只是比较先共享 然后呢 最后呢 就开始了研究 所以就发明了蒸汽机 就发明了机器 然后呢把人送上天 把人送下海 然后开始就发明汽车 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多人呢 开始呢 用工业 就是做工厂 靠机器来赚钱 做生产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第三波呢 是什么呢 就是 商业革命 所以那个时候呢 又发明了计算机 你知道以前的计算机 要一个房间才可以装满的 听懂没有 现在呢 计算机是不是很简单 计算机的发明 再加上汽车的发明 就开始形成了 World Trade 听懂没有 就是世界贸易经济开始发生 就是那个时候第三波 只要经商的人都可以赚到钱 听懂没有 代理 所以 洛文秀就是在这个时候发达的 林虎彤是在农业革命发达的 听懂没有 所以呢 第四波呢 是什么呢 OK 叫做网络革命 听懂没有 网络革命是靠什么 智商 Billgate IBM Microsoft 听懂没有 OK 各位朋友 你可以写吗 你会写software吗 OK 明白没有 OK好 然后呢 第五波呢 是什么呢 就是保健革命 OK 那为什么保健革命会发生呢 因为呢 1946年到1964年之间呢 这个就是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所以呢 这一群人呢 这个时候呢 是世界人口增长最快的 因为天下太平 没有人打仗 所以他们就在家里的床上 天天打仗 就生了很多的孩子 所以呢 1946年跟19 你们就是喜欢听这些 1946年跟1964年这个阶段出生的人是 现在大概是40岁到60岁 他们每一个人的经济能力都不错 而且呢 他们审查过 原来他们就是掌握了整个世界经济的这5%的人潮来的 听懂没有 而且呢 这一般人的后代啊 子孙啊 都想长寿 都想保健 都想产生不老 所以这一个市场呢 就是他们会对保健方面呢 做出很大的这个市场贡献 就是只是在美国哦 就会有一兆亿的美金 但是呢 这个市场不只是在美国 在全世界都有有钱人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保健革命开始发生了 那谁会赚到钱呢 有知识的人 OK 然后呢 肯接受重新被教育的人呢 能够在保健革命这一边呢 赚到一笔钱 听懂吗 OK 好 然后接下来这几个月将会有进另外一本书出来 就叫做财富第七波 第五波我今天还懂 第七波来了啊 哎呦 所以你们接对不要太慢哦 不然你们就在活在情死亡的时代了 听懂没有 OK 那边人看不到 这个要跟他搬掉 OK 不论是我太大 还是这个东西太大了 OK 好 然后呢 财富第六波呢 叫做直销革命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发觉到 不管今天你喜不喜欢 OK 你interested不interested 整个趋势都开始在改变 这个有直销 那个有直销 什么商店买东西 都有member card 介绍人又有回扣 这些都是叫做直销模式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直销呢 就是靠人际关系来赚大钱 直销呢 已经是365行的其中一行 直销能够解决政府解决不到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中国直销出台立法 为什么越南都直销出台立法 因为他知道55岁以后这些人没生产 第一他们要再去上班没有人肯请他们 他们可以干直销第一这个问题解决 第二很多的家庭主妇在家没有生产 只登老公养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又可以解决 然后呢第三学历不高的 又可以在直销里面转型成功 所以各位朋友 所以直销它就是能够帮助很多的穷人 变富人明白没有很多人 我I'm not interested继续继续 你可以言有继续 因为你喜欢听懂没有 因为这是趋势来的 你不要改变改天你走出去 全部人都有 你没有啊 你没有啊 听到没有 OK好 然后呢 第七波已经来了 就是直销 加电子商务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发觉到现在什么滑锅 不是什么滑锅 什么东西都上网卖 叫做电子商务 e-commerce 听到没有 你买一个有可能是很贵 但是他又跟你讲 如果你买10个 介绍10个朋友买 他又可以扣一点 还是复利两个给你 这个就是直销加电子商务的概念来的 听到没有 所以几乎现在的Generation Y 对不对 谁是Generation Y的 几手Gen Y的 OK 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你们一天里面最少的三分十一时间 都有上到网的 你们这个网站啊 Twitter啦 Facebook啦 Google啦 这些都是Social Media来的 所以呢 在接下来的10年20年 都是这群人在市场里面 的活动 而且呢 他们的整个理念呢 就是在网上购物 听懂没有 所以呢 台富低气波呢 要转型成功呢 是靠什么呢 靠观念 听懂没有 你的观念接受的快 观念转的快 你就可以赚到 台富低气波的钱 而且呢 你知道 台富低气波这个电子商务呢 根本就是100%的 你在美国 很多的日常消费品 超过80%以上 都是在网上购物的买到了 美国的商店没有像马来西亚开这么长时间的 他们美国啦 Europe啦 因为他们知道环保 而且呢 汽油是越来越少 听懂没有 他们为了要节能减碳 他们的商店 限制他最早开到6点而已 听懂没有 所以呢 在晚上的夜市 你看不到有商店开的 所以呢 有大部分的日常用品呢 必须要上网买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 是在发展中的国家 而且每一个人最需要监两份菜 才能够维持生活 所以他们是没有时间 像我们这边的人 慢慢在那边走 慢慢走 没有的 他们就是会浪费这种时间的 他们要买东西 有NIT他上网买 有NIT他上网买 你知道Wallmark吗 Wallmark在美国是有的上网买东西的 你们知道没有 OK 所以这就是一个趋势来的 如果今天你发觉到 马来西亚会有一天会不会变成这样 石油会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那如果今天你今天就听懂的话 改天石油少的时候呢 已经有一个很大的网络 他们全部上网买就跟你有关系了 但是偏偏呢 这个Post and Puler就讲了 这个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跟第七波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参与的 第一 可以参与的叫做投资者 只要这个投资者 他投资的项目 他跟保健直销 或者是电子商务有关系 他就赚大钱 听到没有 第二 生产商 只要你是搞生产的 OK 然后呢 你所生产的产品 跟保健跟直销 然后在上网买 卖有关系的 你也能够赚到钱 所以最近你有没有发觉到 连next coffee都要加 calcium 维他命C 有没有 他知道如果 他没有加下去 很快会被淘汰 为什么呢 保健革命的来临了 听懂没有 然后接下来 你看到很多的 宪布里面加 ZINGO 加人参精华 这就是保健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Ali Tongkat Tongkat kopi 有没有 OK 接下来如果你可以生产 你可以生产 Ali Tongkat Sabon 听到没有 死了会惊 OK 几点了 几点半了 要睡了吗 OK 要完了 OK 好 然后呢 如果投资者 你不是的话 生产商 你不是的话呢 你可以第三个呢 做什么呢 叫做分销商 听懂没有 分销商呢 叫做distributor OK 那很多人问我 老师 成功的巴仙率几高 哦 很高哦 你知道每一年 通过钱赚钱发达的人呢 只有区区那么一巴仙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每一年只有四巴仙的人呢 是通过智慧产权发达的咯 什么叫做智慧产权呢 就是发明啦 唱歌啦 演戏啦 这些叫做智慧产权 听懂没有 然后呢 每一年呢 有33巴仙的人呢 是通过分销 或者是代理呢 成为百万富翁 也就是说 分销跟代理呢 是最大 最多人群成功的其中一个项目来的 那还有其他的呢 就是祖先留下来的啦 还有的是搞生产的啦 还有的是搞投资的那些都跟你没有关系的 听懂没有 OK 如果祖先有留下来就不会坐这里的 听懂吗 OK 我是讲一些你比较有可能的 OK 明白没有 OK 所以那你觉得 MAS是不是符合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第七波 MAS公司的营养补助品呢 是75年最久的 听懂没有 100%organic的 MAS是全世界最大的直销公司 零负债 380亿 Billgate一元 在未来的20年 我们将会变成800亿 听懂没有 你试想想 那中间的市场还有多少 然后呢 接下来呢 电子商务跟直销 1998年 我们MV已经开始 跟Microsoft IBM 合作做电子商务 去年MV Malaysia 在同行注入 4000万的几个基金 在做我们的 MV2U.com 各位朋友 你觉得 你是不是掌握趋势 是不是 给自己一个掌声 OK 所以呢 参加什么系统呢 就是要参加 跟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 跟TG波 有关系的系统 听懂没有 OK好 那接下来呢 讲到了财务第五波 第六波 第七波呢 OK 那到底呢 生意潜能在哪里 市场有没有 对不对 大家都很关心的 是没有 OK好 那各位朋友 那我想问你 现在呢 我们讲 如果创造系统 大家不可能 大家在座的都 还有可能能够 买系统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 Mac Donald 有没有听过 OK Mac Donald 是不是 100万美金 1 million USD guarantee你 一年 Return OK 然后呢 你如果去拿 Mac Donald 的Franchise OK 你只拿到经销权 然后呢 每一天大概四点的时候呢 就有Vender Vender就是会有一辆Vender 年Mac Donald 的Logo 送那个 送鸡腿 送油 去你的店 帮你换油 弄到干净干净 然后把那些面包 全部排好 OK 然后呢 等一下你六点就可以开店 所以呢 这个Vender呢 就是提供产品与服务 然后呢 如果你决定拿这个 Mac Donald 的Franchise的时候呢 你就要选几个 Manager 应征 然后呢 送他去美国 University of Humberger 做Training 回来帮你管理整个 这个Franchise 但是呢 你只拿到经销权 就是你只授权 可以代理卖汉堡包而已 听懂没有 你不可以授权给别人 这样我想问一下 在座的每一个朋友 你有没有每天都吃一个Burger 几手 一个礼拜吃一个的几手 哇 那其他那天是一天吃两粒 还是一个礼拜吃谁 那你们是不是很早吃 对不对 你看Mac Donald没有倒 听懂没有 一家开一家 听懂没有 OK好 那各位朋友 那我再问你 这边每一天有刷牙的朋友 几手 四手都挤起来了 听到吗 每一天都有洗脸的几手 OK 每一天都有洗身体的几手 洗衣服的 全部都有 我就不再讲下去了 OK好 我就跟你讲这个市场 其实很久我们就给别人罢掉了 你知道马来西亚有两千八百万的人口 知道吗 目前为止 还有一些外来移民 我们没有去统计 听懂没有 每四个家庭 每个一个家庭就有 以四个人来计算来讲 OK马来西亚总共就有七百万个家庭 这七百万个家庭同样的是不是跟你也一样 每一天要刷牙洗脸 对不对 那如果以保守股计呢 这七百万个家庭每一个月只消费三百块的日常用品 也就是说整个马来西亚长情这么不好 只是这个日常消费品牌的市场呢 就已经贡献了21亿马币的营业额 每一年呢 12个月呢 就产生了252亿的营业额 各位朋友 252亿 这个数字是大还是小 你都是其中一个贡献者 如果今天你听不懂这档课 这个市场呢 给谁大了 Desco Giant Giant Jasko Metro 还有富丽华一大堆 对不对 你以为这样多的trollies是谁给的 是你赞助的 听懂没有 明白没有 OK好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戴眼镜白色衣服的小弟弟 你叫什么名 什么孙 福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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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几岁 是福顺吗 鲁顺 讲大声一点 土顺 国顺 你要发音准确 国顺 所以 发音 要把口罩开 国顺 OK好 国顺今年几岁 国顺今年十九岁 还在念书吗 还有在念书 现在目前 目前你是用什么牙膏在刷牙的 黑人牙膏 国顺三岁开始刷牙 刷了十六年 国顺知道黑人牙膏的老板是谁吗 他的工厂在哪里 你今年或者七年的生日 他有没有寄卡给你 用了十六年 我看国顺的耳朵 这样大个又这样飞出来的 最少活八十岁 OK 八十减掉十九岁 是不是还要刷牙 刷多六十一年 国顺 对吗 而且呢 我只是讲刷牙 不小心跌在地上 那个没有算 听到没有 现在的那个牙膏 都动的是很大个 对不对 Shit 我看到 对不对 就是要给你快点玩吗 还有洗点霜 洗头水 洗衣服的 这就叫做家里的黄金 这一块市场 我们每一天都是 怎么样呢 很开心 很快乐的 双手这样子送给这些人 帮助他发达 很多人听不懂我讲话 各位朋友 今天如果你明白两个 你只做两个动作 改变购物习惯 改变产牌 改变观念 改变话题 你对来的五年 跟十年 你要穷都没有机会 好 各位朋友 今天 如果你知道 这市场很大 你成为注册一个 叫做 IBO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 很多人讲 很多人讲 Outdate 了了 M1 你拿石头丢三个 两个是M1 Dead Long Go 那个也是 你才Outdate 现在是不是流行 iPad iPhone 还有什么 iPod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IBO IBO 代表什么 电子商务 独立商人 拥有者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 你有iPad 有iPhone 有iPod iPod OK 有这样多i But 你这个都是在消费的 对不对 但是唯一只有一个IBO 在帮你赚钱 你一注册成为一个IBO 你拿到了经销权 就是说 整个M1公司的600个产品 跟600个科学 叫做生产的东西 给你代理 你也拿到了分销权 什么叫分销权 公司给你权利去物色市场 你开发出来的市场呢 公司会有另外一种的方式 去奖励你 你说好不好 一 M1就是刚才 我们把McDonald 换成IBO McDonald叫做Franchise 我们叫做Home Based Franchise 就是家庭电子商务 连锁经销商 很长 不用紧 买这个CD来听 OK好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交代 临方一定要录起来 因为这一个CD 影响无数的生命 老师那天在新加坡 在JB 在泰国 不是 在槟城一讲完 所有的人 对整个案例的观念 改观 每一个一听到 办卡加入 听懂没有 那做不做我不知道 因为是他上线诗 听懂没有 我只是要给我们华人 多一个机会 所以每一次我讲课 我是挖心挖肝 不厌其烦 你有看到吗 因为我们是华人 华人在这社会 机会极缺不多 我审查了各个的行业 调查了各个的机会 唯一只有M1 对我们华人是最公平的 难道不是吗 对吗 有做生意的人你自己就知道 对不对 你新年包红包都软了 没有 家孩子都没有包酱多给他 对不对 这是我干爹讲给我听 我干爹是生意人 所以各位朋友 M1它提供的是产品跟服务 它提供货仓 全马来西亚的货仓的货 都是供应给你的市场的 马来西亚投资了4000万 M1M2U.com提供的服务是给你的市场去做的 马来这个美国的工厂 越南的工厂 中国的工厂 600个科学家 每天24个小时的科研 就是一直在研究 不要让我们的产品跟市场脱节 你只要跟这样子的公司合作 各位朋友 你就永远不会淘汰 因为它永远跟市场截困 你不用去烦这块东西 你的动作就是做marketing而已 然后如果你连marketing都不懂做 你们听到什么叫做IBO business吗 IBO business就是在这边 这一所就叫做商业大学 也就是好像University of Hamburger 但是University of Hamburger 你要先给100万 你这边给3块 哎哟3块 3块 改天收贵一点好不好 明白没有 我讲到这么明白 你就成功了 听懂没有 有没有很明白 有 真的吗 真的 最后一撬是不是要通了 OK 只要把任督二脉打通 听懂没有 你那撬就通了 听懂没有 OK 好 那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 你能够认同这样子的消费趋势 就是财富第五波 第六波 第七波 已经认同这个刚才老师讲的 第五波 第六波 第七波的朋友 几手 它正在发生了 OK好 然后呢 已经认同它是一个多的选择 就是在我们工作以外 它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被胎的计划的朋友 几手 OK好 那我就讲到有机会 就就明白了 那你觉得你身旁有没有六个朋友跟你一样有危机感的 你只要把这六个朋友给弄明白 叫做六个市场 这六个市场不用多 它只要诞生四万块的这个营业额 你有六个这样子的市场 你就叫做钻石 如果钻石的话呢 年收入是四百千 business class 一年就两次 听懂没有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有分销到六个这样子的市场 听懂没有 你就成功转型了 而且呢 改天你不做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还继续会有消费 继续会有生产 听懂吗 第一 不用大的资金 谁这边没有八十五块的 学生借都借回来 对不对 听懂没有 你真的没有八十五块啊 还敢棘手啊 我看你也不小了 听懂没有 后面补党 听懂没有 所以各位朋友 今天你是想想 八十五块的这个压底金 是什么呢 一百百百万一保证 听懂没有 OK 还有第二 不用地点 你只要去到哪里 你就能够开档 所以 它是人与人的市场 你看到人 你就能够兴奋 只要找六个 OK 然后呢 它不用员工 听懂没有 所以没有员工的烦恼 你不用给员工气死 因为它通通都是自己的生意 然后呢 不怕没经验 为什么呢 有IBO business 请很颈的讲师来training你 听懂没有 OK 然后呢 接下来没有风险 你有听过 听到人家做MA跳楼 自杀借大耳聋 然后跑路 有没有 如果有 你记得介绍给我们 我们要去访问他 到底是如何这样子做 做到这样的地步 也不是普通人 然后呢 我们要叫他上台上来 讲失败的故事 因为你 各位朋友 你不可以一直听成功的故事的 上台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当借敬的 借敬就是他做过什么事 你就不要再做 因为他失败 听懂没有 第二叫榜样 像我们就是榜样 听懂没有 我们做过什么事 有成功 有结果 你就跟 就这么简单 会不会 会 明不明白 明白 OK好 那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400千的收入 每一年两次 business class的旅行 好不好 好 爽不爽 爽 何止爽 叫爽死 听懂没有 OK 很多人就会问 这样容易吗 容易的事情 不如你做 我们叫做机会 对不对 我们叫做希望 对不对 有事有机会 没事没机会 对不对 对 各位朋友 如果今天呢 我要跟你讲的 MBA它不是二选一 它是一加一 什么意思 我们不是叫你的行业 跟MBA之间选一个 不是 我们只是说 在你现在做的工作的时候呢 加多一个 为什么呢 你是在顺境要找退路 等一下逆境的时候就有出路 你平时五年的时间 你也是在上班 早上的时间上班 你一个礼拜就来这里上课两天 学懂安利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听懂没有 然后呢 看到人要希望 你就给他希望 给他机会 如果一个月推荐一个人 可以吗 OK 然后一个月推荐一个人 十二个月就十二个人 在五年就要六十个人 如果你的祖先不是零 五八仙的人听懂 在五年里面 你就有三个部门 就是三个IBO 做四万块的生意 你叫翡翠 像我这样的翡翠 吃到白白胖胖 一年赚两百千多 两百多千 每一年海外旅行一次 好不好啊 OK好 第二 如果不小心十二八仙的人听懂 听懂没有 因为你太努力心刻 讲到人家太明白了 OK 然后呢六十个人 十八仙的人想做 你就有六个这样的市场 好不好啊 好 请问你有什么理由失败 各位朋友 如果你有这个 来慢一下 你如果有这样子的想法 又尝试 不小心让你有机会 把六个部门发展出来 各位朋友 你知道你以后的人生 叫什么人生吗 叫六六大孙 知道六六大孙的朋友 记得 好 大家的 不知道的记得 不知道 想知道吗 想要吗 想要 OK好 各位朋友 经济学家有讲过 以前的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呢 是靠知识 跟技术 以前 就是在 Gen Y Gen X的时候 你没有知识就完蛋 没有技术你就完蛋 对不对 但是偏偏现在是 informatic的时代 技术更新很快 知识更新很快 你也一样会被淘汰 如果你没有成长 认同吗 好 现在要选择事业 要靠趋势 然后呢 要有价值 要用价值去衡量你 所现在做的事情 来自识 再做一遍